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劲切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欧盟 欧盟原来 新的环保法律 激怒了发展中国家 原来游说团体也警告欧盟刚刚达成的协议 原来就是两部环境法 将会是扰乱贸易 和是损害竞争力 并且 令到 发展中国家 即是南方国家 我们经常叫做 跟他们疏远 原来欧盟对于两部 全面的环境法 达成了协议 虽然大量的专家也警告 你这样是会扰乱贸易 和是损害竞争力 并且 令到南方国家 和你越走越远 他们刚刚达成这个法律 将要求企业对供应链当中 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负责 当然侵犯人权 他们是针对新疆的破坏环境 应该针对东盟国家 中国政府 被他们抹黑 在新疆用强迫劳动 但也没有什么证据 不过他们说你有 就齐你生猪肉 另外他们另外一个法律 对于用在包装的 再生塑胶进口 施加条件 这就是对东盟 两个国家 印尼和马来西亚 是有很大影响的 原来 中国欧盟商会 即是CCC EU已经表示他们很担心 上述的供应链法律 会增加官僚主义 以及企业承担 不平衡 和不成比例 还有不确定的义务 他们也说 欧盟引入 是 过于苛刻的包装法律 亦将会带来贸易 的 妖乱和成本上升 并且警告 敦促 欧盟应该遵守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规则 避免 为欧盟外 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 树立了贸易壁垒 市场壁垒 也是树立的 另外 这个法律也有针对中国 中国有侵化新疆人的 这个现象 包括使用强迫劳动 和大规捕区役的维吾尔人 这些产品 但是我想问一下 他们是迫白木斯林 我想问一下现在加沙发生的事 大规模拘留 你又没有证据 有些工厂 有些警卫庭 现在巴勒斯坦发生什么事 你又不整条法律制裁意识 我想问一下 当然北京一定要否认 因为这些被人砌生猪肉不可认 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政策 是为了促进 发展和打击极端主义者 欧盟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 就谴责 这个 根本 尤其是包装法 包装法 因为它搞到东南亚国家 第一个法律 其实是搞到中国 他们一直都搞到中国 搞到东南亚国家 其实德国就不太愿意 就说这个是保护主义 因为它 是驱使欧盟意外的 回收商 按照欧盟标准处理索料 原来 代表着欧盟最大企业的游说团体 Business Europe 也批评这个供应件法案增加了 是严厉的制裁 和可能影响到企业的生存 并且单方面 令到他们面临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种 这两部法案 是欧盟提高众多行业 是环境标准和减少欧盟碳足跡的努力 当然有些事情他太急进 都肯定会被反逝 不用说 现在专家都说他肯定会被反逝 但是 这些绿色议程也遭到了成本和官僚主义等等的巨大影响 政策制定者 面临着太大压力 不过他们照行 你知道这个佛德雷什么都照行 不用管了 要求 他们限制从气候 发规更加宽松的国家进口 是为了保护国内的生产商 欧盟各地的农民一直 是抗议他们 认为欧盟这些法律法规 繁民欲折很多 而且来自外国的不公平竞争 这个只是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东西 他们就要求制定镜像条款 为了逼使欧盟以外的出口商 同样遵守由布鲁塞尔制定的规则 欧盟的环境专员 他就说 农民的抗争还突显出 他们还希望同样的规则 适用于欧盟以外的地区 但是他也说 任何规则都应该在法律上 存在合理性才行 而不是制造贸易壁垒 自然专家就说你制造贸易壁垒 另外 德法二 德国是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大经济体 法国第三大经济体 意大利 都曾经对这个供应链法案 表示严重的担心 并且确保这个法案 只是适用于 员工人数在1000或以上 年营业额在4.5亿欧罗以上的企业 在最初的提案当中门栏是500名员工和1.5亿欧罗的经营额 当然虽然如此 但是德国主要的商业游说团体 德国工业联合会 BDR 亦比这项法案建立在 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 并且带来了巨大的官僚成本 无异于 将欧盟竞争力进一步倒退 即是你自己等于自己搞定自己 并且为欧洲供应链安全和多氧化制造了新的障碍 包装法案 就是为这个 浇浸 以及其他容器回收 含量设定了强制标准 为了达成这些目的 回收商必须遵守欧盟内部排放和污染的标准 发觉 在最后一刻才加入了这个条款 欧盟委员会 亦进行了一次不同尋常的游说 要求取消 这个附加条款 这个事实上是进口禁令 因为欧盟以外 很少有加工厂符合欧盟的标准 这些官员也提出了若干的担忧 包括价格上涨 其他国家的报复 以及可能在世界贸易组织 被人採取法律行动 即被人告差距 原来专家 亦说回收 标准条款增加了 向欧盟出口的出口商承担这一系列的监管 负责任的担当 并且强化了外界对于 欧洲打住 是环保旗号 事实上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印象 他也认为这样 其实就是搞一个 叫做民族主义 不过是经济民族主义 欧盟回收商对于这项法律 表示欢迎 因为他就可以 令到外面的人 难以入来 但是 成本肯定会高 因为少了竞争 其实消费者亦会产 行业组织 欧洲回收 联合会 亦表示 对确保欧洲工业主权和竞争力 至关重 其实你这件事反而害了你竞争力 在上星期 布鲁塞尔投票当中 包括六党在内的德国联合政府 德国联合政府 对供应链发投了是棄权票 哎呀 六党居然 不敢投赞成票 而 支援包装法 亦说这个法案 不会为未来的政策和贸易协议 是树立先例的 到时别人告你 但是德国政府在上星期五的会议记录 亦表示自己担心 包装法是制造贸易壁里的保护处以工具 预计这两项法律将在四月份 欧洲议会投票后正式通过 他肯定通过 欧洲议会这些激进的法案 他们很喜欢 一定会通过 另外 欧 欧洲的部长 刚才我们说了 亦说了 现在 需要更加摆脱对 中国的依赖 欧盟亦通过关键原料法 为了减少对战略性原料的依赖 欧洲联盟部长理事会 亦宣布通过关键原料法 目标在2030年前关键原材料40% 是来自于境内加工对单一国家任何的战略性依赖 是不可以超过65% 目前欧洲最大的原物料依赖对象就是中国的 所以这条法律是针对中国的 怎样都好 他们肯定会走 但是也会令自己很麻烦 因为如果你的份额 你的份额 那么高 你要知道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是来自中国的 你硬地来 其实成本很大 当然冯德罗英说不计成本 不计成本 看看民众 同不同意 这个法案其实是 一年前由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 去年10月欧洲议会就通过了 现在闯关 现在闯过了最后一关 以欧盟一般法案 进度 算是非常慢 为什么大家都是审慎 欧盟关键原材料 这个法案目的就是要强化对科技绿色能源 至关还要原料供应自主性和减少依赖的特定国家 目前 中国的 供应欧盟98% 用量的稀土 97%的里 和93%的尾 这些都是半导体关键的东西 你不要忘记 半导体要卡住中国 是吧 其实大家都是这样 没意思的 也是电动车电池 太阳能 风力发电等等 都需要这些材料 这个法案列出了34种关键原材料 其中17种 被称为战略性原材料 包括 直金属 磁性稀土 古铜家 以及 电池级的里 石墨烈等等 法案也明确列出了 2030年前 每年消费关键 原材料最少 有10% 是要境内开采40% 是境内链制15% 来自于 是回收再利用 其实你禁死这些法律 自己很难转身 对于战略性原材料 进一步规定 来自单一第3国 的供应 不能超过65% 为了加速 原材料自主 他们就说 要求 欧盟各成员各 设立 原材料开采 加工 产业的单一 审查窗口 亦是开采 计划申请 许可需要27个月内发出 以前拖得太慢 回收和加工计划 必须在15个月内完成 审批之前 他觉得太慢 关键原材料将 在欧 州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分别 签止之后 记住 在刊献之后 在20天内生效 当然 他们 都是为了对抗 中国 说的说 不再依赖者 其实都是抗中的一种 其实没必要的 中国也不会对他们 不过他们这样说 没办法 他们要这样做 不是这样说 另外 这个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亦都是昨天说 因为俄罗斯 构成威胁 所以欧洲必须加强防御能力 并且转换战争 经济模式 哇 你明明不是战争 你说得这么大 米歇尔 亦都会在21号 主持 欧洲 联盟领袖会议 讨论环乌的事宜 他亦是投书给欧洲各大媒体 亦是有一个叫 europeat 的一个媒体 亦都提到 欧洲必须 是为自身的安全负责 而非高度 是 依赖 诸于美国的国家之回怀 那你是不是 其实 担心美国佬不帮你 应该不会 只是付钱 另外 欧盟亦都是 昨天通过了一个协议 加码50亿欧罗 就是 军援乌克兰 此事其实美国对于乌克兰 168亿美元的援载 依然在国会卡住了 已经有人 警告了 基附当局需要更多资源 去顶住战线 否则就会大事了 否则对抗规模 要 更加小的 只可以退 好今次节目时间 多谢国威俊